来自警察卑卑的友善劝导 那个水晶宫路段有结冰 所以你们要慢一点 还是建议你不要下去的啦 随着东北季风增强 温度一降再降 一些台湾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 清晨气温已经接近零度 不少游客也喜欢趁这时上山赏雪 但面对结冰的山路 即使装上雪链也没用 还是时常发生打滑车祸 但仍有人刻意上山挑战 这让警察卑卑表示很心累 小编在此也提醒大家 赏雪出游是每个人的自由 但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凡事不要勉强 不要增加警察卑卑的工作量 我们事实上是来这边做回转 可能会怕打滑车我们都慢慢开 日前和欢山水晶公路段路面结冰 就有机车骑士前去挑战 大批骑士讲不听 不听劝可是要吃亏的 以为都不会出事 结果还是狼狈摔车 只能老实坐在路边等救援 一名很勇的外籍大学生 只穿一件帽T就赶上山 冷得在路边直发抖 幸好还能跟警察借房含外套 要不然都要动成冰棒了 只是没想到这一幕 却造成有人不小心误会 是警察自摔车祸 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路过的游客以为是我们警方骑机车 自摔发生车祸 2020年一年一月 建议和导物 卫生 整个小学生 水